現在這幾個 就是沒有任何的風從這個口出來 它只有送風 就是這個機器打上去就這個 要有送風 但是還是感覺不到 因為送風它上面是熱氣 所以一般是有三台 然後這裡有五個出風口 這裡一台 那邊有 這邊是解票 我們還沒有進去嗎 還沒進到負費區 所以加起來才適合 一般的旅客 他就是會走這個動線進去 那那邊有兩個 跟委員報告 其實他們就是因為上面 對是 所以它會 秀落 因為這個排熱的窗 不害死 排不出 所以他就這幾天 轉圍一下 這個 檢體局對於這個我們桃園站 這樣的一個臨時暫體 在空調方面 去年十月陸續這個主機的這個故障 那到現在呢 是五月一號才決標 八月一號才要失座 就是讓這個大半年時間都已經耗費掉 我覺得這個在行政責任上面是有疏失的 那造成現在旅客抱怨連連 像以這樣的一個時間點 中午十二點 大概在體感溫度上 在站體內部都還有這個三十五點多度的這個狀況 顯示就沒有冷氣的空調來降溫 這是第一個 我相信大家會抱怨的主因 那第二個就是現在的這個採購程序 剛剛這個處長 站長都有提到說 好像是因為採購程序 作業的時間 我是覺得在去年十月就已經知道有故障的問題 然後這個在今年年初其實就應該要這個預採購 甚至要報備到這個不管是交通部 哪個主管的這個個師來做整密的一個協助辦理 不能因為說這個預算採購的程序公告 然後呢這個預算上面又有鐵道局跟台鐵局的這個糾紛 始至到最後四月二十六是台鐵局自己去找錢 來進行這個公告跟採購 才會延宕到現在 那這個真的是在這個 對於交通上面大家信任大眾運輸的這個服務品質 大打折扣 現在正午的時間 體感溫度可能會到四十幾 四十幾對於身心的健康中暑 還有這種就是說 造成長時間上面可能水分也不夠的話 對身體是很不好的 那對乘客來講 他雖然是通勤的時間 但是他也會感受到 整個空間跟這個狀況一直都沒有改善 所以我今天的這個訴求 就希望我們第一個 從施工的施作工期裡面呢 盡量請交通部協助 台鐵局跟各些專業的廠商 盡速來這個研議縮短施工的期限 因為你兩百天大家都覺得這個太不可思議 要到明年去 那現在是要縮整到一百五十天 其實還受限於你剛剛講的 訂購的這個機器等等都還沒有完備 所以你也沒有把握 但我相信要有更多的人來協助 所以如果說在專業上面 需要我們來做一個這個協助的方式 我們也很樂意 欸 桃園站這裡報告啦 委員的訴求我們桃園站會積極趕辦 那因為涉及到 預算及政府採購法相關的行政程序 會造成說這一次施工的騎乘一定要兩百日日立天 但是我們上面部裡面局裡面 他有指示我代理站長要趕快去趕辦這個工程 那我會盡力的積極的去趕辦 比如說你們現在運用的這個水風扇機 如果需要去調其他的地方的這個資源 當然盡速去調來做一些備員 但是你說電力是關鍵 所以有關電力的這個封印要趕快去測量 短期的部分我們會盡量看能不能有一些改善 像排風扇把熱氣抽走 或是移動式的這比較簡單的部分 但是它有涉及到電壓的容量的問題 因為我整個車站不能因為說裝了幾台排風扇或是水冷扇 整個就當機 電壓不足又造成其他問題 這個我當然了解 短期內我會來做評估